腐皮腐甲是养归过程中的常见病。 在前面的视频中,东归先生多次说过, 造成腐皮腐甲的原因并非大家通常认为的。 是水质太差、太脏造成的。 通过频繁换水,不仅不能解决腐皮腐甲问题,相反可能更为严重。 造成腐皮腐甲的真正原因,是前后水质变动太大及水质突变带来的。 这里的水质不是大家物理上看得见,闻得照得脏不脏,臭不臭。 而是其中的化学酸减平衡和微生物平衡。 对于水质稳定平衡的水,哪怕看起来脏点。 即便是易于腐皮腐甲的花硅、温氏硅,也是不容易腐皮腐甲的。 而要预防腐皮腐甲,就要稳定住水质。 其中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少换水,不要频繁换水。 而潜水位,小容器饲养,水体小,容易脏臭。 因而冬龟先生提出用大容器,深水来养龟。 以此减少换水量和频率,稳定水质,预防腐皮腐甲。 今天有位朋友留言,问为何深水养了几个月的草龟,突然腐皮了。 正好冬龟先生也有一只草龟苗腐皮了,以此为实例来分析下。 这就是那只贝甲有一点腐甲的草龟硬壁苗。 实际上有段时间了,一直也没有关心过。 关于这只龟苗腐甲的原因,同样也是因为水质突变。 原因是这个缸原本是鱼缸,里面曾经养了大量的田螺和草螺,还有两只河磅用来过滤水。 结果罗基本全被龟苗吃掉,而河磅也死掉了,发现时只剩下壳了。 与此对应的是水质严重恶化,不得不紧急换水,除了留点底子几乎全换了。 有人说不大换水不就可以了? 里面还有不少鱼,还有三只青蛙,所以无法不换水。 如果只有龟,不必大换水。 这样大换水的结果就是上面那只龟苗腐皮了。 这也正说明维持水质稳定的重要性。 一旦水质突然发生改变,龟非常容易腐皮腐甲。 那么,乌龟腐皮腐甲以后,应该怎么处理呢? 说实话,东龟先生不善于给乌龟治病。 除了像肺炎这类不治疗很快就死的,其他基本都是靠乌龟自愈。 东龟先生所做的就是提供稳定的环境。 龟苗用药不好掌握,很容易要死。 像这种症状轻微,不影响龟苗活性的轻微腐皮腐甲。 只要环境稳定住,还是容易自愈的。 上来就用药,反而容易折腾死龟苗。 但对于大龟,严重的腐皮腐甲已经影响活性和进食的。 在稳定环境的同时,还是要积极治疗的。 可以将腐皮或腐甲剔除,然后涂抹剧为铜点等。 每次涂药后干养半小时或一直干养。 每天泡两三次水。 对于龟苗而言,一旦到了病了,需要治疗。 相对困难,一般都是治着治着就死了。 所以,稳定养龟环境,避免生病才更重要。 东龟先生制作,谢谢观看。 简单靠谱养乌龟,关注东龟先生。